啊 我們的通勤族朋友 大家好 你們也有福氣了喔 為什麼呢 因為小歪在這裡要教大家一個非常非常實用的技巧喔 因為像我們一般通勤族都知道啊 有時候汽車呢 就是會無怨無故給你鬧脾氣 然後突然呢就拷毛了 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當然囉 第一個你可以call你的男朋友 請男朋友來修車 第二個 如果你不能怎麼樣call都call不到人的時候怎麼辦呢 好那就是沒有辦法啦 就是只好想辦法讓車子進場 維修給師傅好好的檢查修理一下囉 好那今天小歪在這裡 到底可以提供大家什麼樣的資訊呢 沒錯就是 如果你一早發現你的汽車輪胎沒有氣了 怎麼辦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呢 去把我們的備胎換上 那接下來我就要教大家 如何去換上汽車的備胎囉 那我們剛剛說要教大家如何換備胎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告訴大家說 備胎到底放哪裡 這個小廂室很多人都不知道喔 備胎就在我們的後車被蓋的地板裡面喔 我們打開的話啊 裡面就會有我們的 汽車備胎 還有我們看到的這些零件呢 就像是千斤頂啊 我們必須要把汽車頂起來之後呢 才可以順利的換上備胎喔 來我們現在來介紹如何拿備胎 備胎呢這邊有一個螺絲喔 這輕輕的把它轉開之後呢 我們的備胎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拿出來囉 還有還有特別要注意一點喔 這是超級貼心的小秘訣 就是當我們如果要頂千斤頂的時候 記得我們一定要把排檔的位置打到P檔 然後呢 手煞車這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這樣拉起來把它鎖住才可以喔 因為如果沒有鎖的話呢 待會我會發生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喔 要告訴大家接下來要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喔 如果呢 你只把排檔打到P檔的位置 而沒有拉手煞車的話呢 就會像發生這樣的事情 裡面沒有人喔 不要懷疑不是車震 來我這樣輕輕的搖整個車子都在晃 這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這時候你又千斤頂頂著 然後剛好輪胎卸下來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它可能會很簡單很容易的就倒下去喔 這是非常危險 有可能壓傷大家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千萬記得 這個手煞車要拉起來喔 那接下來呢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沒有錯 它就是我們很重要的千斤頂喔 那我們目前會看到一個小勾勾對不對 這個小凹槽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放在我們車子底下的一個板筋的地方 它呢 可以扣在這個裡面 就像公叉頭母叉座的道理喔 就把它扣進去 就會牢牢的鎖住 然後呢 我們開始旋轉後面的螺絲 對 這個頭 轉轉轉 會越轉越高 越轉越高 那我們千斤頂已經頂起來對不對 但是呢 大家千萬別急著把輪胎就直接拿下來囉 我們呢 在一離開地面 跨離開地面的時候呢 我們呢 必須要先把這上面的螺絲 四個螺絲先轉下來 這是為什麼呢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是很清楚對不對 那是因為呢 如果我們在一邊轉的過程中 已經整個離地的話 我們整個再轉的話 輪胎整個就一直跟著轉轉轉 沒錯 轉到你頭都暈了還是卸不下來 所以呢 在我們快要離開地面的時候 就必須要先把我們四個螺帽先轉下來囉 我們呢 只需要用千斤頂 把車子的輪胎頂起來 離地面一點點就可以囉 這是為什麼大家知道嗎 就是因為啊 如果我們把它頂得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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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要拿輪胎就會變得很吃力很重 這就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其實離地一點點的距離是最好的 這樣我們也可以直接輪胎卸下來 就很輕鬆的放掉囉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輪胎拆下來囉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裝上我們替代輪胎就可以了 那這裡還要有一個小注意的地方就是 我們現在千斤頂啊 現在頂著嘛 但是旁邊呢 放著一個輪胎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拆下來的輪胎 那為什麼要放在這個位置呢 就是因為怕說 如果千斤頂有任何的意外 如果不小心倒下來的話 有這個輪胎的保護者 你就不會壓傷你的手頭或腳腳喔 或者其他不必要的意外囉 好了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已經把備胎換上了呢 那很明顯的 我們原本的輪胎跟現在這個備胎 有很明顯的差距 這個比較大這個比較小對不對 而且我們上面有一個 像貼紙的東西 它上面有寫一個80的數字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說我們這一個輪胎限速是80公里喔 如果你超速會太快的話 很容易發生危險或故障的問題喔 所以我們如果換了備胎之後 我們就慢慢的開開開 它往最近的收縮場去做足利的動作 看原本的輪胎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而去做修補喔 那現在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我們換輪胎的時候 千萬千萬不可以突然就停下來 然後緊張的急著要換輪胎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呢 如果你突然停下來的話 像在高速公路上啊 或者路間 現在都是不被允許的 這是非常危險 所以你不需要慢慢的停下來 然後打電話 請我們修廠的人 來幫你拖掉你的車子喔 那再來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我們一個三角警示牌 對不對 大家都應該有點嘗試知道說 欸不可以放太近對不對 放太近會有什麼危險呢 沒錯就會這樣蹦 然後後面車子會撞上來以後呢 就像小外一樣會被貼在車子上 沒錯 結果就出現非常非常大的trouble囉 所以要記得 警示牌一定要放離車子 差不多50到100公尺的地方 才是最安全的喔